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众所周知最近的周期下个赛季的去向问题 备受大家的关注 因为我们很清楚周期本身的能力 在整个亚洲当中应该都是一档 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球员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现在的话 他的距离问题对于每一个联赛 每一个球队应该也都会产生不小的一些影响 所以在目前来看的很多球迷 也都期待周期他们的团队 能够赶紧官宣最新的一个结果 以及确定后续是否要继续流氧 而就在最近的中午12点 我们看到了在凤凰队这边近期官宣的 整体球队大合照的一些信息传来之后 我们也可以说目前周期是否续约 他们的劳动家的一个整体全面 也是正式揭开 所以接下来想和大家来具体分享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上案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周期 关注N标的凤凰队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目前根据媒体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新赛系临近之后 那么凤凰队在近期 也更新了他们的社交平台 发布了他们目前 整个球队的球员 拿着球衣的合照的整体的照片 从这一组照片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此前一直盛传周期 要回归老动家的这样的传闻 可以说是直接就被击破了 因为从目前来看 在整个团队的大合照当中 并没有出现周期的声音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来看的话 周期的位置已经被其他的球员给顶替了 在此前根据媒体的报道 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前段时间 凤凰队已经宣布签下了中锋阿兰威廉姆斯 大家知道阿兰威廉姆斯本身就是内线方面的球员 那么他这次签约的拿到的恰恰就是顶替周期的位置 所以接下来来对周期而言了他的位置 既然说已经被拿走了下来的话 他回归凤凰队的可能性呢 就变得非常小了 毕竟的核心位置就一个 既然说其他球员以及顶替他对周期而言呢 再回归这个老动家呢 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个意思了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对周期而言呢 那么下来其实回归NBL了凤凰队 这边的一个可能性就变得微乎其微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 也一定要了解这一点 接下来来其实对周期而言呢 下来估计呢还会考虑其他的一些联赛 或者说其他的球队了 当然从目前来看呢 很多球迷在看到了周期这么一个安排 或者说这么一个结果之后呢 反倒是欢呼觉得为他感到开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很清楚 确实在此前的媒体曾经传出 凤凰队这边给周期这边开出了大合同 也希望他能够留在球队 但是大家很清楚 上个赛季啊 周期整体表现非常的出色 也一度呢 有希望把球队带入季后赛 但是当时因为教练这边的整体的一些战术 安排的并没有啊 非常重视周期 所以让周期这边说实在的 没有能够发挥他的全部实力 也导致耽误了整个球队啊 能够进入季后赛的这样一个战果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既然说周期在这一次的澳洲联赛 凤凰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重视啊 其实对他而言呢 在下个赛季继续留下来 也其实没有太多的必要 所以很多球迷啊 反倒为他开心 也去恭喜他 觉得周期呢 能够有新的开始 能够尝试到其他的联赛 其他的球队呢 其实何尝不是一个更好的开始呢 所以说实在呢 我觉得对球迷而言呢 也没有必要有一些遗憾了 这一次虽然说错过了这次的缘分 但是对于周期而言呢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而且他也已经表示呢 其实自己的经纪人 已经和几个球队呢 正在商谈当中 所以相信会有一个不错的选择 下来大家呢 也不妨呢 静待花开 相信后续啊 周期就能够在近期 传来更好的消息 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在下个赛季 有一个更好的舞台 好了 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脑球 拜拜